梳妹各位各位做介绍 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呢 就是把K书中心搬到高级饭店 不管你是否能够做到 我们一起来看看她的内容 轻松一下 你对我的心 看我爱你也行 点点 哈喽各位完全娱乐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孙主妹 今天呢要介绍的是饭店 为什么要介绍饭店呢 因为有很多从中南部上来 北部考试的考生 他们可能会觉得好麻烦哦 我知道台北要住哪里呢 可能会借助在琪琪家 可是亲戚家环境又不优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要准一些饭店来住 那如何选择饭店的好 然后环境又优雅又安静呢 现在有很多饭店 都有提供一些考生的优惠 所以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 在这个饭店里面呢 非常多也有 中文会考生设计的 两道门 因为呢这两道门呢可以防止一些很吵杂的声音 避免那些考生啊 为了读书啊 考试啊 很转造 然后呢 还有三层楼的步行烟局 为了是因为想要让空气更清新 让考生的脑筋呢能够清除 非常好 当考生一觉醒过来的时候呢 早上还有特别准备的精致免费的早餐哦 能够让考生吃完早餐之后呢 有精神有体力去考考生考试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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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卫生又营养 这个饭店真是非常贴心 为了不让考生出去外面挤东西吃 结果呢 他们就准备了一个 很精致很精致的一个午餐 现在我先来介绍他们的午餐 先去叫沙拉好了 这是一个花园沙拉 然后还有一个水果拼盘 然后还有汤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汤哦 然后还有竹菜 今天的主菜呢 是鲑鱼 很好吃的样子 いただきます 在这里呢 还有提供考生可以休息 有健身房 还有游泳池 还有三个温暖 然后可以去洗泡泡这样 好舒服哦 中心寂寞的香 你追不耐心 可看我爱也也行 原来 好啦又到了我们宋大舌 通关秘密的时间 通关秘密在哪里呢 在哪里 在哪里 在这里 看到了吗 这里 打牙 不耐心 会 我们